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一位是文鸿的父亲 罗生荣 从小他就期待着文鸿 有一天会结婚 有一天会嫁人 从他生下来那一刻 他就常常告诉我 他期待看到这一天 如今他虽然没有办法亲自的参与我们今天的喜宴 但是我相信 他一定在天上 看着他们 而且笑得好开心 纽约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因为他们在那里相识 相恋 对我来讲也很重要 是因为我在2005年 跟着儿子一起 亲自把姐姐送到了纽约 我们把他安置在NYO的宿舍里面 我们非常不放心的离开纽约 回到台湾 但是他在纽约大学读书的期间里 我们去看过他很多次 那很重要的两个朋友去看他 一个是他的学长 马总统 那一个是我的老板 Frank John 和他的太太Alice 所以在这段期间里面 我很谢谢朋友到了纽约 都还会去探望我的女儿 2010年的10月 女儿突然的告诉我说 妈妈我要结婚了 我当时半天打不出话来 但是我觉得 好像这句话我也等很久了 我记得在2007年 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女婿 我也很满意 对 因为她做了四餐一汤给我吃 那我当时只有想到的是 我女儿什么都不会做 我的女婿既然会做四餐一汤 我就可以很放心 把我女儿交给她 第一次到宝州 见到了徐亮的父母亲 让我第一次感觉 徐亮的听话 孝顺 是来自于她父母亲的教导 那我也看到 徐亮的父亲是这样子的一个 蚊子冰冰 然后有血痒的人 然后 徐亮的母亲 是这样子的一个豪爽 很直接表达的人 跟他们相处了五天 徐亮的妈妈就跟我讲说 我们就这么定了 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一句话 我的女儿就要嫁人了 2011年的4月11号 文鹏跟徐亮就在台湾做了结婚的登记 我第一次在她的身份证上看到了配偶是徐亮 我在那个时候 真的就很真实的感受到 女儿不再是我的 女儿已经要归徐亮关了 在2011年的8月份 我到了密西根去拜访他们 这个时候我是做客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 在家里连洗碗都舍不得让她洗的 她竟然是卷起袖子洗手做羹汤 我看到她每一天忙着去准备两顿中餐跟晚餐 我看她煮完饭了以后 自己去把厨房洗得干干净净 我看到她洗衣服擦地 我真的是很讶异 徐亮是一个101分的女婿 我非常满意 那为什么会多1分呢 是因为徐亮会抽烟 如果徐亮能够戒烟 把这个1分剪掉 没有话讲 徐亮是100分 在密西根有一个让我最想念 以及最大的乐趣 我想就是如花 我叫如花跟我握握手 我叫如花去说谢谢 所以我相信我能够交如花 我将来就知道怎么样去教我的孙子 我希望你们能够赶快有一个孩子 然后赶快让我升格做外婆 那我相信我也很快的可以教会她 叫我一声外婆 我相信在家的时候一直在来的地方 方向一教会 这就是什么东西 帮我分开大脑 大脑 小 WHAT 小ビ 一洗 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